潜藏在我们身体里的隐形杀手幽门罗杆菌 一个忠诚药可根除 今天我要和大家探讨一个潜藏在我们身体里的隐形杀手幽门罗杆菌 这是一种常见的胃部细菌 它虽小,但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却不可小觑 然而,好在中医药宝库中有一剂神奇的方子 可以根除这个隐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幽门罗杆菌的威胁 幽门罗杆菌是一种弯曲的细菌 生存于胃肠道粘膜表面 这个小家伙虽微不足道 但却是引发许多胃肠问题的罪魁祸首 它的存在会导致胃炎,胃溃疡 甚至是胃癌等疾病的发生 这种细菌的感染通常通过口腔 口腔或口腔为的途径传播 主要经由口腔的唾液 进入胃肠道后就开始滋生 幽门罗杆菌的生存环境主要是胃酸中 而它具有强大的耐酸能力 因此能在胃酸的环境中生存繁衍 给胃黏膜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其引起的疾病主要有 一,慢性胃炎,幽门罗杆菌感染 可导致胃炎 出现上腹部不适,烧心,癌气等症状 二,消化性溃疡,幽门罗杆菌感染是导致 胃,十二指肠溃疡的主要原因 患者可能会出现上腹疼痛,保障,反酸等症状 三,胃癌,长期的感染可能增加患胃癌的风险 尽管并非所有感染者都会发展为癌症 在现代医学中,针对幽门罗杆菌感染 通常采用抗生素治疗 然而,中医药中也有一剂经典方子 能够有效根除这个隐形杀手 张仲景的智慧,扮下谢心汤 扮下谢心汤是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的经典制作 它是一剂驱失散寒,离脾胃的良方 对于治疗未寒 湿寒、湿热等病症有着显著的疗效 同时,扮下谢心汤在现代医学研究中 也显示出对幽门罗杆菌感染的抑制作用 扮下谢心汤的组成成分包括 干浆具有温味散寒、礼气化湿的功效 可用于胃寒型的胃炎 对湿寒型的肠胃不适也有一定的疗效 将扮下,扮下是一味独特的中药 能够散寒、化痰、植藕对于湿寒困治导致的呕吐 腹胀等症状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黄芹、黄莲 这两味苦寒的草药能够清热造湿 是伴下谢心汤中解湿造湿成分的主力 人参、炙肝草 人参具有补气健脾 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 而炙肝草则能和缓其他草药的含良性 起到协调配物的作用 红枣具有益气养血、健脾和胃的功效 为拌下谢心汤增添了滋补的成分 这些中药搭配起来 形成了一剂疗效卓越的方子 对于胃肠到湿寒 湿热等症状的条理都有着良好的效果 中程药的新选择 拌下合胃颗粒 拌下合胃颗粒是基于拌下谢心汤的经典方子 研制而成的中程药 是现代快节奏生活中的一种便捷而有效的选择 这个中程药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不仅继承了传统拌下谢心汤的优良传统 更是在制备过程中进行了合理的改良 提高了药效的稳定性和吸收率 拌下合胃颗粒的药理作用主要有 趋湿化痰拌下合胃颗粒中的浆拌下 黄芹等成分有助于清理体内失血、化解痰炎 锂气散寒肝将作为主要 能温中散寒有助于改善胃寒的症状 调和胃气、人参、炙肝草等成分有益气养胃的功效 对于胃气虚弱的情况有良好的调理效果 抑制幽门罗杆菌 现代研究表明 半下合胃颗粒中的药物成分对幽门罗杆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有助于改善因细菌感染引起的胃肠问题 半下合胃颗粒是一种方便服用 药效明显的忠诚药 特别适合现代生活节奏快 时间宝贵的人群 案例分享 忠诚药治愈胃病 有一位女士患有慢性胃病 半幽门罗杆菌感染 经常出现胃痛、反酸等症状 经过中医辩证论治 医生决定采用半下合胃颗粒进行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用药 患者的症状明显好转 胃痛减轻 反酸情况明显改善 最终精附茶确认感染得到根治 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半下合胃颗粒在调理胃肠道问题 尤其是幽门罗杆菌感染方面的良好效果 同时中程药的便捷性也符合现代人的用药需求 注意事项 在使用半下合胃颗粒或任何其他药物时 我们都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用药原则 首先应该在医生的建议下使用 特别是对于患有严重疾病的患者 其次按照医生开具的剂量和用法用药 不可自行增减 最后应当关注药物可能引起的过敏反应 如出现过敏症状 应及时停药并就医 综上所述 幽门罗杆菌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 但半下合胃颗粒这一中成药的出现 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在了解和使用药物的过程中 我们应当始终保持对健康的敬畏之心 通过科学的手段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祝大家身体健康 远离幽门罗杆菌的困扰